拜 白蘿 不好意思 請問今天沒女朋友有什麼問題嗎 我先問一下 昨天韓市長就有提到說 胡小胎愛情隔天路 如果是這樣的話要跟他考慮一下 後的政策怎麼會去愛情隔天 我想韓市長他最主要表達 就是說高雄其實可以發展 这个爱情的产业店 不管在观光或在服务业 那对于客人的政策来说 我们本来就是认为高雄的 这个所谓的服务链跟这个 这个观光本来就是要多元化 虽然韩市长是浮显这个爱情产业 对高雄未来的一个重要性 那当然只要对我们高雄的 任何的一个产业能够有所振兴的话 我们都会好好地来做一些的研究 我想大家应该特别强调就是说 韩市长爱情模型是一个表征 但是它比较强调是背后里面 如何能够带动高雄的一个爱情的观光 或者爱情的服务等等之类 我想这才是它表达的一个重点 昨天您在台上聊到父亲 这句有比较有什么诚言 因为其实彩珍以前 跟我在私下聊的时候 我们都有共同的感觉 就是父亲不在了 但是我们都要坚持 我们要往前去走 所以昨天在那个场合 特别是彩珍站在旁边的时候 我会想到我的父亲 所以在想到父亲的时候 对不起我永远都会是一个蛮感伤 蛮怀念的 所以只要谈到这个话题 我想我大概就会是 用这样子的一个情绪 那这个是对我个人来说 因为会非常思念它 特别是在这么一个 进步的选择当中 所以就会有一些的情绪 或是觉得就会过来 那个委员 因为你今天一大早就 就到另外一期去扫 我看你就是已经可能 高雄市几乎跑透透了 对 其实今天早上的这个活动 我们就有放公开 不过很多时候 我们几乎在五六点的时候 也常常到各大的公园去 跟群众到早 所以这对我个人来说 应该是日常 是日常 对 葡萄花园 不值得提问吗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媒体提问 我们稍后 我们提问 我们媒体 对 我们先连跑一下 就是我想再问一下 就是说像这么频繁的 这一个行程的话 你是怎么样保持你的体力 因为从这么早到那么晚 我想因为我自己 以前也选过去 然后我自己也是 以前也是有做运动的 那我想因为在这个高雄的选择当中 我们来的时间是比较慢 然后呢时间非常的有限 所以我一定会把我的体力 和我的耐力 和我的任性发挥到极致 就用意志力去撑着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感受到民众 对我们有一些 很热情的一个支持跟回馈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的话 都是一个前进的一个动力 也是 好 OK 你之前提到说 赛率的地方也会去 今天是不是有呼应 这样的感觉 我任何地方来说的话 对 成如是 今天我们早上去 每个人都告诉我说 这个地方蛮绿 或者这个地方蛮蓝的 对我个人来说 蓝跟绿都一样 你就是只要是高雄的土地 我们就会走平每一个角度 是 而且我们在绿的地方 你看我们这些议员 站在旁边 他们也都是高票当选的 所以我想 他们的地方的金银跟渣 跟绿跟蓝 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观念 我们再问一下 这个礼拜是不是有跟 其他的旅行的参选的 有合体的这种机会跟安排 的确是 我们10月14号的时候 国民党所提名的 10个县市长的女性候选人 都会集聚在台中 由盧秀燕市长领居 大家共同做一个 女性候选人的宣誓 的确是10月14号 好 其他还有问题没有问题吗 好 那我们连马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